部長這邊針對主題有兩個提問 第一個就是今天這個寵物政策 那真偉就是剛好家裡家中有研發 你是不是有以研發作為經驗 然後跟燕安做一些經驗交流的分享 第二個問題是 針對今天這個寵物政策發表 但昨天失誤在一個場合講到這個 任養代替購買 結果好像遭到批評是用錯場合 會不會覺得尷尬 那之後的政策推動如何在動保 跟商業利益之間做一個權衡 跟各位來報告 當然以前我也養過狗 那現在燕安也在養狗 我們當然會交換新的 可是現在新興人類 對於寵物的價值觀 影響我們當年年輕的時候要進步很多 我們還要向年輕人來多學習 然後第二個 任何產額價值是不會變的 現在對於寵物來講 我們就是任養代替購買 那當然一定有需要購買的時候 那就一定要跟合法廠商來購買 那重要是一旦養了 那就要認清楚就是要中養不棄養 我想這些都是一個基本的價值 不會因為場合的不同而有所變更 那至於未來 我們當然希望把這個寵物的產業弄得很蓬勃 所以它有長照也可以做 那還有很多先進的 有些食物也好玩具也好 各類的 我們都讓它照顧好 照顧的產業也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產業 把這個做好 把長照做好 把醫療做好 等等都可以照顧到這個寵物產業的一個蓬勃的發展 而且向著一個健康光明的方向來發展 這是我想是大家的一個期待 請問還有其他針對我們今天政策主席的提問嗎 好 那TVBN 部長長請教一下 昨天這個萬華的槍擊案 那你怎麼看說在第一時間 第一個問題是黃珊珊到現場 但沒進去 那你怎麼看他這個做法 那第二次如果你擔任市長的話 在第一時間你大概會怎麼做 昨天我看柯市長 應該從前一段的災害的 的一個指揮也得到經驗 所以他昨天在第一個時間也到了 萬華分區 我想任何一個指揮官發生這樣的事情 市長當然是一個指揮官 那他就會就進成立一個指揮所 就進去指揮調度 當然也要尊重我們警察的一個專業 那至於在這個講的場合 直接要進到這相關場合 其實還是要以有 相關職責所在的人 警察其他相關的人物 還有現職的一個 有指揮權的人 下一題 新電視 剛剛的這個問題 就是昨天晚上 部長也提到柯文哲 他其實當時呢 他有在跟這個朱雪橫直播啦 那當下他是立即中斷直播 趕往這個萬華警分局 不過他之前有說 他有這個所謂的SOP 而且還說到現場是作秀 那會不會覺得他這個態度蠻反覆的 我剛才講過就是大概從前一段時間 他知道那樣的講法 或做法可能是不太好 在昨天這個情形 他就把他應該是說改過千散吧 來 局勢 想請教一下就是柯文哲今天早上跟中東一起合體 那傳出民眾黨內有蠻多反彈的聲浪 那黃深山也有說這跟他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會不會覺得前一天台北台方生槍擊案 那柯市長又 又跟他合體這樣 會不會覺得觀感不太好 對 當然我想就是柯市長的一個價值的判斷 不過對我們來講我簡單講就是道不同不相為謀 大力 想問一下在你那時候十六後去康福隧道看待的時候 那麼內湖的分局長也有陪同 那國民黨台北市議員有所會就質疑說 為什麼你有分局長陪同 講完沒有 那分局長後來也喊約嘛 他說因為當時參選人沒有到現場 所以他先回家 越臨時回家換衣服 那我會覺得說這樣批評對於執勤的原景有失公寓 有這樣的批評我覺得實在是不應該啦 分局長並不是刻意到那邊去陪我 他是職責所在在現場指揮 那我是剛好在那時間 然後跟他請教現場的情況 所以用這樣子的影射 我覺得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 再補問一下 那個不知道怎麼看說現在有一份之前的民調 您的支持度是百分之二十八點八 贏了蔣萬安的百分之二十六點九跟黃珊珊的百分之二十 第一個你怎麼看 那第二個怎麼看說黃珊珊受到這科文者在處理這個風災的態度的影響 他自己的好感度下跌了10%一下 對當然我還是講說民調是高高低低 那選舉還有三十幾天 好大家都可以根據民調裡面的反應的情況 去修正自己的做法或講法 那在我們這邊來講 我們就秉持我們原來的路線 我們繼續跟市民擲乾淨 我們繼續提出我們的政策 博取大家的認同 我們繼續提政策 大家要提出修訂的意見 我們就滾動時的檢討 希望我們在選民的時候 能夠讓市政立即上路 好 請問還有其他提問嗎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